日本廣告女王穿口春奈 透过影片介绍台湾特色 交通部观光局 携手台湾观光协会 在东京举办 2023台湾观光再启动 推广说明会 公布多项访台奖励措施 希望吸引日本游客 最近因为日本政府 又寄出了国内旅游的奖励办法 那我觉得目前 要如何鼓励日本游客 日本的人们出国 我想也是日本政府也在努力 日本的业者也在努力的方向 说明会上数位部长唐凤 以神秘嘉宾身份出席 分享台湾数位科技的应用 在日本有着高人气的他 带给现场一阵惊喜 数位让大家发现新的朋友 然后也促成大家 愿意面对面见面 可以让更多的观光理由可以发生 厂公役后商机 观光局祭出优惠 积极推广宣传 目标今年招揽600万人次 国际旅客造访台湾